到货柜船直接撞上桥墩 撞击力道猛烈 桥瞬间断成好几节 桥就坍塌沉入河中 事故发生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地摩 当地时间26号凌晨一点半 695公路上的凯伊大桥 疑似被一艘悬挂新加坡国企的 货船撞上起火坍塌 当时桥上有至少十几辆轿车 在桥上的工作人员都掉入水中 救难人员正在进行救援 桥上约2.7公里长的凯伊桥 是在1977年启用 以美国国歌的坐实人命名 事故发生后 目前所有车道双向封闭 车辆需到通行 为何货柜船会撞下大桥 漏水车辆人员情况 以及后续责任归属都还有待厘清 华新的王子新领域先报导 嗨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